特别提到这个未来投资倡议呢 我们就叫他沙漠达沃斯好了 这个呢是由沙特国王来创办的 其实他的官方属性是非常的强的 这一场这个沙漠达沃斯 却让美国做了冷板凳 美国的政要都没有来 沙特给出的意思呢 就是说为了避免政治色彩 不请美国 因为中国的总书记习近平要来啊 我要给他创造一个 前所未有的友好条件呀 所以并不是说都没有邀请官方代表 有十几个国家有官员在场啊 那中国驻沙特的大使 还上去致辞了耶 沙特还特别提出说要 一定要听到中国的声音啊 然后还给香港的那个价值资本集团 一个席位啊 那就意味着未来中沙之间 会有很多密切的合作啦 那其中我觉得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啊 一个是港交所邀请沙特阿美 到香港上市 我认为沙特一定会有一些企业啊 在就纽约跟伦敦之后 或者香港啊 我想应该是香港 他会选择3D上市 他能够在香港取得更多的港币跟人民币嘛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美国可能更忧虑的啦 石油美元可能会面临挑战啊 我认为沙特卖给中国 将近他这个总产量的26%啊 很有可能会改用人民币计价啊 那沙特只要做了这件事 我认为阿联酋也会跟进啊 中国大概也买了8% 如果波安的国家都跟进啊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比例就会耀升啊 光是中国购买沙特的原油啊 平均一天是3.2亿美元 所以一年就超过1000亿美元啊 那这个对中国人民币的支付 就是一个很大的要劲啊 那我们这个人民币现在国际支付 大概是2.5%左右嘛 对 就是石油人民币的出现啊 那会让人民币国际支付的比例 我认为会超过5个% 那就会超过日元 我认为英镑也逐渐的会被追过啦 目前第一是美元嘛 第二是欧元嘛 第三是英镑 第四是日元嘛 那这个部分我认为会是对美国很大的冲击啊 因为这个会有示范效应啊 埃及在三天前突然做了一个宣布啊 说他们也不要再用美元来卖他的原油啊 他说他要找非美元的代替品 我觉得这一波大概就慢开了啦 美国对俄罗斯做了美元跟欧元的金融制裁嘛 这个swift不能使用嘛 而且还冻结俄罗斯个人跟公司的资产嘛 是 那这些让他们感受到极大的风险啊 因为你怎么知道哪一天 美国对你沙特又不爽了啊 那冻结你海外的资产你怎么办呢 那沙特等于是毫无还击之力啊 不是嘛沙特的企业可能到港交所上市嘛 他又要在这个阿联酋成立这个数位人民币的资产中心啊 那这个大概就是人民币划出我觉得是一大步了 这算是一大步 因为目前我们全世界最大的交易量的商品就是石油 第二才是粮食哦 所以中国如果开始克服石油这一块啊 那我认为未来就可以再突进到其他的领域去了啊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是空前的打击啦